字幕作词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这场议程的讲者 那我现在要讲的题目是 Apply JavaFX to CorelDRAW 那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基本上是CorelDRAW TW的固定版底 然后 Emacs VIN 要靠近一点吧 好 谢谢 诶 喂喂喂 这样可以吗 我是那个CorelDRAW TW的固定版底 然后 Emacs VIN 双期使用者 那另外就是我平常就是喜欢学LISP相关的知识这样 那LISP其实是一个 比较古早的语言 那但是它有很多眼镜 那CorelDRAW就是其中之一 那今天介绍的主题是关于CorelDRAW跟JavaFX的部分 我怎么样在CorelDRAW上面使用JavaFX开发桌面的环境 那当然 虽然就是说现在主流的应用程式开发就比较不会去开发桌面软体 可是那个JavaFX其实还是有一直在演进 那像今年就已经出了JavaFX的事物 然后就是 呃 基本上 它多了很多特性 是以前索引或者是AWT 或那个SWT都没有 就是比方说 WebView啊 或者是CSS的Style apply到我的那个Component上面 这些特性其实是以前 早期的JavaGY Library是没有的 那JavaFX是一直在发展 然后那个 简单讲一下JavaFX 它其实在2007年就是已经发布出来 可是那时候是跟 呃 JavaE一起的 那直到就是JDK11的时候 然后Oracle把它Open出来 然后并且它分离 所以现在你想要用JavaFX 其实是要另外 就是比方说你是用Maven 那你就要去 呃 Dependency加上JavaFXController 这些 在那使用 那目前它 呃 正式名称应该叫OpenJFX 不过我们就 还是会同程说它是JavaFX 但是要注意这个名称 是有一点是我在 呃 学的时候有注意到 是说 你在查资料的时候 如果不是用OpenJFX 你去用JavaFX查资料的话 你会 遇到一件事情是 你会查到旧的东西 会查到 呃 Oracle的Document 就不是查到新的东西 就是 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 呃 简单讲一下 JavaFX 跟其他Java的 GUI Library差异的特点 比方说它有WebView 然后它有支援CSS的Styling 然后它也有Canvas API 那Canvas API就是那个我们在 网页用的那个Canvas 所以我其实可以拿Canvas来画图 那还有一些 比较可能会不常用的特性 像G 那个GPU 的是Pro 所以其实那个 JavaFX是可以在上面 Render3D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是 FXML 这个其实可能有点是 在学QT的那个 QML 那它其实是把那个 我的 呃 GUI的相关的东西 用XML去 表现出来 啊 呃 Android其实也有这种东西 可是 呃 在JavaFX它是 有工具帮我们可以产生 FXML 然后我们不需要去写code 去产生视窗 那所谓写code 产生视窗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般 就是我们 入门JavaFX 可能会写的范例 就是这个范例是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我在那个 man function的部分 是用launch 然后把argument pass进去 那 呃 我们的class 不好意思 我们class是 继承那个 JavaFX的application 那它会强迫我们要 使做一个 叫做start 的method 这个start的method 其实就是 我JavaFX的进入点 那 我会有一个stage的参数 这个stage的参数 就是我那个 视窗会显示出来的东西 所以在那个 JavaFX 你要 呃 显示东西的时候 你基本上是 要针对这个stage 的object 去把我东西加进去 所以你会看到说 我有一些 有一些 有些程式是在写说 我要 产生一个label 然后label写上 hello openjfx 再产生一个sing 的object 然后把 把里面放一个 vbox 然后再用vbox 放label 那vbox跟label 它的差异就是 一个是 control object 另外 vbox 是content object 所以content object 是用来放很多 control object 那最后就是 放到这个sing 那这个sing 其实就是我JavaX的 呃 你可以把 视窗程式想像成是 一个树状的东西 那这个sing 就是它的root 所以最后 我把 这个stage 的sing 设成我刚刚 用选告的这个sing 之后 我就可以用stage show 那我就可以看到说 我产生一个JavaFX的视窗 那上面就是我一个label 然后vbox 其实就是 呃 在里面 但是它是content的 所以它看不到 所以这就是一个 最简单的JavaFX的范例 好 然后接下来再看 呃 JavaFX 如何就是 掰定一些事件上去 呃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就是新增了一个button 然后button的 呃 上面的按钮的字样 是写click me 然后接下来 在button上面 我就set它的action 它的action 就是 我就写一个lambda进去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会印出一段字 那接下来 我把这个button 跟着 刚刚的label 一起放到vbox里面 那vbox它是可以 呃 放多个object 它其实就是child的 你可以一直放下去 所以呢 呃 我现在放了label 跟button之后 那再 产生一次 那个 我的新的scene 在show 那接下来 你就会看到 我的视窗上面 會有多一个button 然后是click me 那你点它的话 它就会去 去一个 刚刚我们设定好的 on action的event 然后印出 那个在console上面 印出一段字 所以其实那个 如果说 呃 以前写过视方程式 应该也会看到 就是差不多类似的写法 那基本上java.fx也是这样子 然后呢就是再来 讲一下那个 css如何加上去的例子 在java.fx中 我们加css的方式 就是在sync的这个物件上面 去get它的stylesheet 然后呢 我们就把 呃 我们在class的resource中 去 呃 找到的我们 那个style.css 转成一个 external from 然后放到我们的 那个add style sheet里面 那只要这样子 我就可以去 把我的css 加进去我的stage 那 呃 再看一下就是 我的css 会长得像这样 那在java.fx中 虽然说它可以用css 可是你要注意是 它的css的名称 都会是 带有fx的名称 它并不是我们浏览器上面 就是 呃 平常用的那些css名称 所以其实 如果你在写java.fs的css 你其实是要去看一下文件 上面有关各个物件 它会有特定的css名称 然后你再填进去这样 所以其实它的css是 呃 有一点 算是另外一个规格 就不是网页上 然后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的style 那这个style 其实 如果说你把它统整一下 你是可以就是 弄好一个thin 然后去更动你的视窗程式 所以其实那个 有些软体它是可以帮你更动 你的java.fx的视窗程式 是用thin的方式 然后有特定的配色 那特定的组合 然后让你的视窗变得比较漂亮 那这个至少在以前的swing 可能会比较难做到 然后再来稍微介绍一下那个 我们java.fx可以用的东西 那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种类 就是container array 然后还有就是controls 跟那个其他东西 那其他东西就是会比较杂 所以我这边只列了一个canvas 它就不算是control 跟container 然后canvas还有自己特定的那个canvas API 然后control基本上是我们去做一个视窗程式 会用到的各种的物件 比方说label啊 jackbox啊 scorebar啊 webview 这些都算是control里面的 那在container container就是我们可以去 排榜我们的视窗程式用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我做的事情就是 把container里面填入我们需要的control 然后再把这些control挂事件 然后接下来就是 让事件去触发我们一些application内的状态更动 然后再重新render到我们的control物件上面 但是其实刚刚那种写法啊 是不是那么好写 所以在java.fx它当初发布的时候 就有一个叫做scenebuilder的东西 因为毕竟如果说我们写的东西越来越复杂 我们是不太会想看到就是这种程式写法嘛 我们一直create new新的物件 然后设定好 然后再把它一层一层放进去 这种写法是会很痛苦 那当然我们可以试着去抽象化它就是写一个factory啊 然后让我们的元件就是统合起来 然后抽象化 可是这种东西做就是你每个project 可能就是会有很多种飞去 那做到最后一定会很痛苦 所以当初在java.fs发布出来的时候 其实oracle那时候就有一个叫做scenebuilder的东西 那在scenebuilder是可以让我们用GUI的方式去把 我们要的control或者container拉进去 那这个东西产生出来就是刚刚前面讲到fxml 那这个fxml会是长这样子 那就是xml的形式 那个如果说以前有碰过enjoy的人 可能会比较熟悉这种东西 那当然在那个screenbuilder的地方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些action 就是它的event function掰定进去 所以最终我们产生出来这个xml 可以就是透过fxml的那个binder把它掰进去 它就会有一个fxmlloader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fxml档 load进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设定我们的scene 是这个fxml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我们当初fxml里面写好的event 一层一层写上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视窗的东西 跟我们的event挂在一起 那就可以完成我们的视窗程式 那这是java fx一些稍微可以提到的功能 那不过我们这次主题呢 还是在讲cluder 我是希望说cluder可以用java fx开发 所以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听众没有听过cluder的什么 那我就稍微简短介绍一下就是cluder它其实是一个modern lisp 那lisp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 它就是一个比较早的语言 那它的特点是呢它是symbolic expression 那讲symbolic expression可能会听不懂 所以我们用比较数学上面的讲法就是说 它是那个波兰表示式 就是我的function写在前面然后参数写在后面 然后呢cluder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是说 像是java的intrope就是我可以跟java物件沟通 那另外就是它有那个IPL的功能就是 我可以在动态载入我的cluder程式 然后做到所见即所得的开发 那另外就是一些functional programming相关的 比如说它的内建immutable data structure 然后另外是一些比较现在程式员会拿出来讲的东西 像是concurrent programming 那在cluder里面它有一个stm system去维护这块 所以我可以写一些就是concurrent program 利用那个cluder的stm system 那另外就是cluder还有coreasync的library组 那这coreasync其实很像是golan的golroutine或者是cotlin的coreroutine 它算是那种类型的library 那我可以产生一个queue 然后我可以对这个queue取出东西 然后做一些我要做的事情 然后再传到另外一个queue 所以呢cluder也有提供类似的功能让我们使用 那其实一开始大家遇到cluder就会有问题 就是说它的语法太奇怪了 那可是我们其实还是可以想一下就是说 呃我们常常在写bash 有时候会写到一些稍微复杂的东西 那我们出现的写法其实会是像画面上这样子 就是我用一个前号然后把括号夸起来 那里面一层一层就是前号括号 那以bash来讲 以bash来讲就是呃我们会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passing过程 然后它会从一层一层一层解开 就是比方说当我执行这一段statement的时候 呃我的bash会看到这样子 然后它其实会是先看到里面内层的 这两个东西 然后把这两个东西做完之后 再去做呃我的相减 行数相减 那我这两个就是去计算档案行数 那有fire direction 进去到wc 然后计算行数 接下来就是我要做两段 取得的结果的相减 之后我就得到我的line 就是两个档案的相减行数多少 那其实这件事情呃我们在bash也蛮常用的 所以其实可以看出bash 会有一点像是lisp语法的感觉 那我们可以就是稍微比较一下 就是说 像lisp 我去读取的档案 就是用thurb这个function 然后把档案读进去 那这个就很像是bash的file direction 那接下来呢 读进去之后 我会需要就是计算档案的行数 那在cludger里面就是 split lines 然后接下来对它的count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的程式是从内层的东西 一直计算到外层 那这就是cludger 基本上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cludger 就是 就是像这样去执行程式的 那我们就是可以去看说 其实cludger用sintax跟semantic的方式去看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基本上我们所有程式都是一个list 那list里面 就会是塞了一堆symbol 那像这个例子就是说 我的list 第一个symbol就是一个加号 接下来后面两个symbol 它其实它有它的特殊意义在 那它们是表示成number 然后呢 我用semantic看的话 就是在括号的部分 它就是invocation 然后invocation后面接的东西 我会把它当成function 那function之后的东西 就会当成argument 所以呢 我基本上是 只要有括号的东西 我就把第一个参数 当成function 然后接下来后面的东西 当成argument 放进去这个function 这是我执行cludger的一个过程 那cludger 基本上是一个JVM的runtime程式 所以每次 每当我输入一个cludger statement进去 我会进到reader 那reader再把cludger statement combile成by call 然后再产生我的effect 所以我可以一直对cludger的这个程式 一直做输入 然后它会产生它的effect 那基本上 这一个流程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IPL IPL就是read 然后print evolve loop 那再来 要讲个 使用JFX之前 我还是要先稍微介绍一下java intro 可我就可以直接对java的object或class做操作 那我想要使用一个class的static method 基本上我就是用class name 然后再加上斜线后面就是static method 然后呢如果是要对instance 产生一个instance的话 就是class name 后面用一个点 用一个dat的符号 就是点 那我产生这个instance之后 我可以对这个instance使用它的method function 所以呢就是 我的instance放在参数的位置 然后前面第一个参数还是放我的那个method的名称 这样子我就可以执行这个method 那如果说那个method有参数呢 其实就是会像下面这一句 就是我一样是前面放 放那个method名称 第二个参数放object名称 可是后面接下去的东西就是我function 就是那个method的参数了 那如果我是想要去取用我的object里面的fill 那就是会是一个dat的符号 再一个dash的符号 然后后面是接fill的名称 那这是简单的java introp介绍 其实在clder里面还有很多 就是java introp的比较复杂的东西 像是proxy啊 或者是rife rife这种这种function 那那些function就是 可能我要产生一个匿名的class 会用到的 那这边就先不讲 所以呢 当我可以对java做操作的时候 我就可以直接去取用 当机了 我问一下这个java写的一个webbrowser 那以前应该是notion 那它里面的那个webbrowser它其实是 就不是chrome的 所以我使用它的webview的时候有发现一个问题是 现在css可以用grid 可以用一些css3的特性 里面其实没有完整支援 对对很多没有嘛 所以其实它的webbrowser webview其实是勉强可以用 但是很多css3的东西是根本就没支援 那这部分我其实不确定他们还会不会改 因为我还没有用过java fx15 但是以我现在用的情况是我比较少在用webview 我就还是单纯做application的开发 openjdk有 其实 不用钱 那应该说是 当我用 我们不是用maven去管理 可能用maven会用gradle嘛 或者是其他 但是 我想要用java fx的时候 我其实是要在我的 我的那个 dependency上面设定java fx 我才会用 它其实没有附在java的runtime里面 对是openjdk 对是openjdk 其实我们就可以试着用closure去把我们的那些java武器拉出来 那用法其实就是 刚刚讲的 我可能就是 不是可能 就是 我就直接宣告一个 我就直接extend我的那个java application fx application 那基本上 在closure里面写法就是一个gen class gen class就是 我产生一个class 但是它是可以设定我的extend是什么 那我设定好我的applicationxtend之后 我就去implement 我的extend需要extend的 需要implement的function 那刚刚 前面的java的例子是star 那我这边一样是implementstar 那 implementstar里面 一样就是会有一个stage的参数 那我也是在里面 塞我要的那些 像是label啊 那可以看到我label后面多一个点 所以这是new label的意思 然后 new label放进去vbox 那最后就是使用stage的show 好 可是 我这样子做 使用java effects 其实 就是 根本就没什么两样嘛 那你就会想说 哎呀 这个根本就 就是 没有用的东西 所以呢 其实我不会这样子去开发我的java effects程式 那 呃 当然我们自己要做抽象化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 那 所以后来我们就是会用现成的资源 在clojfx 那它其实帮我们带了一些东西进来 它是 呃 模仿react 然后模仿reagent reframe 跟fnx 那 除了react之外 后面三个东西都是clojfx的生态系出现的东西 那简单讲一下cljfx它是怎么样的东西就好了 呃 在第三项reframe的东西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 呃 facebook的vox 或者是 如果你听过redux的话 基本上就是 那个流程 带进去管理我的整个application的 的那个state 然后 然后我们再加上react-like的语法 可是react-like的语法 在clojfx里面有一个reagent 把它转成像是 东去的管理方法 然后接下来我们又可以去创造 那个function component 那这是fnfx 那边 就是 借进过来的 所以 cljfx它是一个这样子的library 那如果说没有听过flux或redux的 就是可以用 这张我从flux那边偷来的图 那基本上 呃 我们会是 做好一个view 那个view上面我们会binding各种action action 如果说触发之后呢 我们就会dispatch到我们要处理的function之后 更动我们整个应用程式的那个store 然后因为store改变 所以我们view就会改变 或者是说 我们不是因为view触发action 我们是 自己用其他方式去触发action 那也会触发到dispatcher 然后再来更动store 然后再改变我们view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流程 fx java acljfx 其实就是这样的流程 那在reframe里面 其实也是类似flux 可是它稍微 它稍微另外做了一些流程上的改动 那我们一样是会有dispatcher 然后event handler 然后event handler 就是产生effect handler 那这个过程 就会是前段 然后更动那个application的state之后 下面就是变更view 也就是说 呃 其实我们在cljfx 是比较接近像这样子的流程 然后我们有一个dispatcher 那我们dispatcher 就会去触发我们注册好的event handler 然后看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变更我们state 接下来我们就是重新render我们的view 所以呢 cljfx 它就会长得像这样子 那可以看到说 呃 这边稍微比较复杂 呃 呃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三段东西 前面上面这一段 是我们的application的state 中间这一段是我们 用cljfx 产生出来的view 那这个view 它其实就是一个function 所以其实这一段东西 它就是一个function component 那我们在中间这一段 这个东西是 cljfx的定义function的parameter 我们先不要管parameter 我们管后面这边的东西 后面这边下面的东西 其实就是function回传的东西 所以 其实我整个function在回传的是一个hatchmap hatchmap有很多attribute 这些attribute里面包含说 我的type 我的type是一个state a stage 然后呢还有就是 我是不是要对这个stage做shadowing 然后我的宽高是多少 接下来是我的sing是多少 那我的sing里面 又是另外一个singtype的东西 singtype的东西 它有一个root的属性 这root的属性呢就是 我就塞这里 这边叫做vbox 然后vbox里面的children就是label 然后label里面有一个text的attribute 里面是写hello message 那这hello message 其实就会是 因为我在这里subscribe我的context的message 所以其实这整个东西已经跟我的应用程式context串在一起了 那也就是说这里的text其实就是hello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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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fx 那我写好这整段之后呢 我再把state 跟我的function component 我們產生出來的東西binding在一起之後 這個man function就是產生我JavaFX程式的東西 那所以CL在FX它基本上就長這樣子 那這整個東西可以發現說 我其實看起來在寫的東西像是down tree 那我在down tree裡面可以定義好各種attribute 那假設說我需要一個action去觸發我的event的時候呢 這個範例就會是 我剛剛其實可以切這一頁不好意思 剛剛這邊這個東西就是我的hashmap 然後呢hashmap做完之後就是我的context 跟我的hashmap合在一起 這樣子 所以呢剛剛那個例子就可以看到說 CLJFX基本上是這樣子寫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我剛剛在做的那件事情是 一個function component 那我是不是可以定義說 我有一個component是 屬性是parameter 然後可以在外面指定它 指定它之後它回傳是一個hashmap 這個hashmap會去放入我指定的屬性 包含像是連event handler我都可以放 那event handler的部分其實我就是可以放一個londa function進來 所以呢這裡的例子就會是 event handler 就是上面那個參數 然後可以放到on action 那在on action 這邊這裡的例子就會是說 我可以放一個londa 我可以放一個londa進來 那也就是說我可以用function component的方式去產生我的sub tree 那這sub tree可以binding到我在任何地方指定它要做的action 那這個例子就是 那這個例子就是 嗯 雖然是說 已經比較好 可是 我們總不希望我們當序裡面 到處都是這些londa 因為這樣很難管理嘛 那 這種 這種問題就會造成說是 嗯 我們每個 node的部分 就是我們每個 view node的部分就會一直寫這種londa function 那這就是很麻煩 所以其實在那個 這個cljfx還提供就是 我們可以定義event handler 然後把event handler跟 我的root binding在一起 那 像這裡 這邊的例子就可以看到說 我用了一個叫做defineMatic的東西 然後defineMatic其實可以 再重新用defineMath定義它 各種的輸入參數 所以defineMatic這裡定義的是 我的名稱 然後跟我想要設定它是什麼屬性 那這邊是定義成 event type 也就是說我接下來 不好意思 剛剛有人講話 沒有 好 就是這裡就是 Event handler就是 可以去定義好我的 Event type的名稱 像這裡就是click button 然後呢 後面這裡啊 中間這個方括號的部分就是parameter 那接下來下面這個就是 我的回傳值 那我回 所以是這邊有 會共鳴 就有聲音 所以呢 回傳值這裡就會是回傳 另外一個新的context 那我就會利用這樣子 一直去變更我的 組成式的context 然後 如何binding到我們的這個 Event handler上面呢 其實 我們就更改我們剛剛的寫法 我們剛剛原本這裡是寫成londa 那寫成londa 我們現在改成是我們寫成 Event type的名稱 那這樣子這個事件就會跟 這個處理binding在一起 好 可是 我們雖然這樣子做了 但是 我們一定會有遇到是說 當我們的事件是一個 需要複雜計算 或者是它是 Asynchronize的方式 那這個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 假設說 我在 Handle Event的時候 這裡 如果說有任何 像是 需要做Async動作的東西 以這邊我就做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睡了一秒鐘 那這會造成的問題是說 它整個程式會卡在這裡 我的視窗會開始點下去 它不會反應 那視窗程式就 不應該這樣子做嘛 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樣處理 Async的問題呢 在Cludger裡面 剛剛前面有講到說 我們有 CoreAsync這種Library 那CoreAsync的Library 其實就是 我可以定義好好幾個Cue Cue裡面可以收我要做的東西 那我收了這些要做的東西之後 我再 派發到另外一個 Thread裡面做 那以這邊的例子來講 我這裡定義好一個 Async Channel 那這個Async Channel 會收一個 收兩組東西 一個是我的Message 然後另外是 AfterTask 那 當我說 收到Message的時候 我就 Do something Do something with message 做完之後 再去放到 AfterTask裡面 那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用一個Future包起來的 所以它會是 在另外一個Thread裡面做 那所以它不會卡到我任何 現在在市場上面做的事情 之後 我的Store不做任何改變 但是我的Dispatcher有一個Side Effect 那Side Effect就會 去 在另外一個Thread裡面產生 一個Function 做完事情之後 再依據我那個Function 給它的 Callback 再去變更我的Action 然後重新Dispatch 再改變Store 然後再改變我的View 所以呢 我們回到剛剛這個例子 剛剛這個例子 就是 我再補兩個EventHandler EventHandler這裡是 Button Click with Async Effect 那這裡呢 我就是 會去 用 CoreAsync的東西 那CoreAsync 嗯 這裡可能不能講太詳細 但是 基本上 就會是類似 Go 或者Cottling那種做法 我這邊是一個AsyncBlock 那這一個 大於驚嘆號 是送Message 給AsyncChannel 我送的資訊就是下面這一組 這一組 那 我的這一組資訊呢 裡面其中 有一個 叫做 AfterTask 這個 AfterTask AfterTask 其實是一個Lambda 那這個Lambda裡面 就會去 Trigger我剛剛講的Action EventHandler 然後我指定我的EventHandler Type 是 AsyncResult 然後再把我 算好的Result 傳給它 因為這邊是 AfterTask 到時候我會放的是 結果 進來 所以我再把結果 傳進去我要觸發的那個Event 所以呢 這個Event 最後就會觸發下面這條 那 這個AsyncResult 最後再變更我的State 所以呢 我State的Message 就會更新 這可能 有點太抽象 CLCZFX它 永遠 是要去Return我的Context 所以在Context 下面這一個 HashMap裡面 我做的事情其實是 找到 CLCFX SwapContext 那 後面這邊 放的 參數 前面一定是放Context 後面這邊就是 對我那個 Context做的操作 所以才會是 用 ASSO CMessage 然後再把新的值 傳進去 另外的Function 那 它會幫我們 把我們指定的這個 第三組Function 到第二組Function 做完的部分 去做 好 我怎麼講的太老口 總之就是 我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派發我的事件 然後讓我的 Async 可以用這個方式 最後回來到我的 Dispatcher裡面 那 這是Cludger 在CLJFX的做法 可是如果說 我這樣子講完 你還是覺得 Cludger其實 你不想拿它來做 JavaFX的開發 那 類似的方式 你還是可以用 Rx JavaFX 或者是 Cutlin TornadoFX 那 那基本上這些東西 也會是 有各自的 派發Event的方式 那這些方式 其實 像 Rx JavaFX 它其實就會是 Relative的方式 所以它 長相就會跟我前面那個 發展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另外 Cutlin Tornado 它 也有類似的方式 所以其實 JavaFX的發展 還是有 還是有在發展 而且有很多Library 去對它做支援 雖然說現在 那個Desktop 已經 不太多人開發了 但其實 我們還是可以用 JavaX做一些 我們可以用到 Desktop的程式 只是說 我們可以選擇很多 那JavaSensei Cludger裡面 基本上 我會推薦 CRJFX 而不是使用 你去 JavaEntrope 自己做的東西 那這個是 我這次 演講的主題 就是 我如何在 Cludger裡面 應用JavaFX 做 視窗程式開發 那 以剛剛的例子來講 現在 50分快到了 是到 剩10分鐘 5分鐘 我其實 剛剛那個例子 還是 還是來得及 Demo一下 剛剛那個例子 在程式碼部分 我前面就是 定義好 我的Event Handle Event Handle裡面 除了Click a Button之外 我還有 Click a Button With Async Effect 跟 最後Effect 需要的結果 另外就是 我還會需要 我的 那個 Async的Queue 那我 Async的Queue在這邊 所以我這裡的 Async的Queue 我收了Message 還有AfterTask AfterTask 就會是 在 我的Sleep 一秒鐘之後呢 去 把我自行的結果 放到 AfterTask裡面 那在 AfterTask 的Trigger部分 是 我有一個Button 寫好說 我要Trigger的Event 是在 Click a Button With Async 那Click a Button With Async裡面 因為這個Event 觸發之後呢 它會是 由我的 這個Event Handle 去做 處理 那它 處理的過程中 它會去 它會去 送一個Queue 給Async 圈 Async圈裡面 就指定好我的 AfterTask 然後在這裡面 這個Function呢 最後就會希望 我的 Event Handle 是 Async Result 最終 我就會把我 處理好的資訊 丟到 Async Result 這裡 那我就更動 我的程式 的Message 那在 Java JavaFX的部分 就會是這樣 這裡是原本 舊的Label 那當我 變更事件之後呢 我這裡就變更 然後過一秒之後 就會是 結果的自傳 所以 如果說 Async的處理 跟 非Async的處理 都完成之後 JavaFX的視窗 基本上 就是可以 做很多 就是我們已經做好的應用 然後也 解決掉說 像是在 React的世界裡面 它因為沒有 MultiState 所以它要做很多 Generator Function 或者是 Sega 那種類型 比較複雜的寫法 在Croger裡面可以用 我的 CoreAsync 簡單解決 然後利用 Dispatch的Pyv 去管理我的State 那就可以做出 比較好維護的 JavaFX程式 那 這就是 這一次的 主題 然後 最後再宣傳一下 CrogerTW 就是我們 Croger社群 那雖然 社群現在是 不定期舉辦 MeetUp 不過我們還是 會在MeetUp 出現 就是 Croger的 聚會這樣子 那 謝謝大家